这首11月的主线就是冲锋陷阵爽方天 建议你们深呼吸打出万事顺利 做好开挂的准备 因为11月会有三大吉星直接进场 给你们加油打气 赵询你们的重心最好是放在3号4号9号 不过1号到3号的时候 你很有可能会熬夜失眠 或者被某些事情所困扰 那么建议来一场内心的大扫除 扫扫近期的负面场域 也轻轻周围的小破人 老粉懂的都懂 我们用调评词就可以了 那3号的这个四星对冲 直接对准你的荷包合作感情还有事业 如果说你之前种下了什么祸患 那么很有可能就会在此刻爆发 一方面呢就是米铺的爆雷 另一方面很有可能会跟对象 合作伙伴有一些价值的冲突吧 或者是说有一些情绪 然后一起争执 不过只要你的超能力足够给力的话 还是可以扭转局面的 部分人可能会在近期就成家立业 或者是说步入婚姻 那同天呢水星也会来到你的身边 次日就是这个火星换座 那意味着接下来你的思维状态想法 都会变得更加的清晰和理性 脑子相对来说会赚得很快 而且很有可能会有事业合作方面的 一些好机遇降临 那这个月的话 你就必须要给自己去安排一些 跟学习啊进修啊 或者是说旅行相关的一些东西 实在没有的话出差也可以 反正就是冲中边传传期 然后经理从8号开始就行动 因为这波修整期 恰恰能够在一个月后的事业上帮到你 另外就是还有三个比较大的原则 需要注意哈 首先是外出的安全 其次是就会是非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 非必要不要开车 那么中旬的第二大吉星 会输入你的米米宫 而且这个财新土星会恢复顺行 对你而言呢 就是激活米米流转 让米库一路走高的好时机 可以用一下这个米米瓶子 去提升一下自己的米库的场域 别让这一波能捞筋 能爆发的机会从身边溜走 不懂得你可以另外扣我 那12号过后 建议你就不要白烂了 因为这一波米运 大多是从工作网络朋友里面去获得的 而且前几个月 如果说破的比较明显的 接下来你就会体验到什么叫做 有钱的快感 那尤其是前段时间老实干活 好好努力的人 或者说你是做消息 拿提 靠业绩吃饭的 那么都不要错过这个订单爆发 收入火箭上涨的大好时机 尤其是做直播的人 你可能更会有一波明明的机遇 那么近期也比较容易跟家人有一些沟通分歧 尤其是跟工作感情有关的 可能会让你有一些压力 对象之间也要注意一些金钱的矛盾 16号的这个满月会发生在你的工作宫 那么可能会结束某个项目 告别某个同事 离开某个公司 甚至是离职患赶 或者是说普通点的就是搬了这个办公室 需要去小心这个暗处 可能有一些有能力有权威的小破人 然后在背后捣乱 而且自己还要关注一下这个身体 或者是说睡眠方面的一些问题 20号呢 明王会正式结束他20年的旅行 终于从你的这个迷迷宫离开了 那在迷迷方面 你会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 那么22号这个太阳会进入你的主场 为你保驾护航 你会收到许多跟远方的好消息 或者祝福 甚至是一些海外的学习的 进修的出差的都有可能 而且目标感十足 行动力很强 比较适合去推进一些计划 会如有神助 但是也不要侥幸 好像26号这个水星呢 又会来一波骚骚做逆星了 刚好就发生在射手座你们的本地宫 16号你都比较容易脑子抽风 然后可能会有一些思维混乱 甚至就是有一点好高骛远 喜欢跟人吹牛 也容易跟人一言不合就吵架 有一种试试卡 可出行连迟的感觉 工作跟感情 其实都比较说要注意交流 办不到的事情 就不要轻易垮下海口 部分人可能会有一些老农家的offer 或者是说前任回头 那到时候你可以蹲一下我的水逆指南 我会跟你说一些具体的方法 保证你能够从这个 一团糟的状态中抽离出来 那么月底呢 虽然有水日活控会让你状态饱满 风生化急 可能会出去玩 出去约会聚会 甚至是出差旅行 或者是说扎根一些比较感兴趣的东西 当然有部分人可能您是在参加一些比赛 或者是说考驾照 都可以 那么就祝你们11月一切顺利 加油